据Fox11月29日报道 B.C.法尼亚州的一位母亲在TikTok上 胃流满面地讲述了她和老公做四份工作 仍挣扎度日的经历 这段视频短时间内达到了150万次观看量 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 许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这条病毒是传播的帖子 传达了许多美国人如今所感受到的艰难 女子哭诉挣扎度日走红 两个孩子的母亲麦肯齐 莫安麦肯西梦在视频中含泪说道 我觉得我丈夫和我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我们都有好工作 我是一名全职注册护士 他也有全职工作 据报道 莫安的丈夫是一名保安和一名私人教练 两人每周还兼职打扫一次办公楼 再加上莫安是一名注册护士 两人总共有四份工作 他透露我们上周五刚发了工资 对吧 我们还了抵押贷款 买了些杂货 给车家了些油 伙计们 今天是周二 我们只剩下200到300美元 来维持到下周五 再标题为 普通人正在挣扎 有些事情必须改变的视频中 莫安详细介绍了他的丈夫 史蒂夫 Steve 每周加班 而他则全职工作 同时也是一名全日制学生 莫安还表示 他们的生活并不奢侈 他们住的是一个三卧室一玉室的小农场市 单层房屋 他们也不会进行超过收入的消费支出 他哭着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压力太大了 网友共情 无数网友很快也加入了进来 让莫安确信 自己并不孤单 一位评论者写道 我保证不仅仅是你 整个美国都是如此 有网友说 现在只有富人和穷人 没有中产阶级 还有人抱怨 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还有网友表示 我每年挣六位数的薪水 但仍然是靠每月工资 过活的月光足 到底为什么 我当然也没有入不敷出 但这太令人沮丧了 中产困境 莫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从来没有想过 这个视频会像病毒一样传播 虽然有些评论是负面的 但他收到的大多数反馈 都是积极的 他说 当我发布视频时 我真的没有任何意图 在那之前 我可能在TikTok上 发布了五个视频 我只是需要在那一刻发泄一下 他补充道 我需要对着我的手机发泄 把我所感受到的所有压力 从我的大脑中释放出来 在我发布这段视频之前 我大概有30个粉丝 我从来没有打算 让他传播的那么广 他说 我很高兴 我的声音无意中 让人们敢于说出来 说我也是 并分享这些 在经济 食品杂货 和汽油价格 以及美国中产阶级的挣扎方面 我们的处境都是一样的 我们拼命工作 却感觉一无所获 莫安的挣扎 是全美上万甚至数百万的家庭 共同面临的问题 对于莫安来说 这表明了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 他受到通货膨胀上升 和中产阶级萎缩的困扰 结果是 像莫安一样的美国人 都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莫安说 美国中产阶级 现在正感受到财务压力 莫安表示 TikTok的压倒性反响 并没有给他带来希望 但确实给了他支持 让他感到安慰的是 他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对于莫安来说 现在管理财务 是一种平衡行为 他说 如果我们的炉子现在坏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修好它 如果我们的车现在坏了 我们就没有办法修好它 我的家人 以及其他数百万家庭 距离灾难 可能就只有这么一次财务危机 我们就没有办法修好